颜色飞是颜色的 早餐在早餐上 早餐如同 早餐过来 早餐走 早餐到了 早餐飞 早餐飞 八小夜飞 今晚早餐飞 現在呢 我们要赶一点半的巴士 好像很開心耶 你要看睫毛夾 沒辦法我們要等1點半的車 沒有辦法讓你看睫毛夾 我們去國際通在看 不要在機場看 我們先去趕車 走 要搭車囉 等了大概15分鐘之後 公車終於來了 現在搭上了公車 準備要往豬車的地方前進 公車冷氣超涼 覺得棒今天25度 那就準備出發囉 負責處理租車的朋友們呢 負責處理租車的朋友們呢 去處理車子跟列車 然後我們這些留守主的呢 現在在這邊 吃零食啊 天啊 他們在那邊忙著租車 我們在這邊辣涼 我們真的是超棒的啊 搞定了嗎 很棒耶 你媽在哪裡啊 在那裡吃東西啊 吃鬆餅 吃鬆餅 還有其他的 好啊 首先我們來到了 Gypsy Coffee and the Bar 來吃午餐 這裡主要提供的是 異國料理 有很多美式跟義式的項目 可以做選擇 如果你想要細看菜單的內容的話 記得點選暫停 而在這裡吃飯超棒的是 你可以邊吃飯邊看到整片超美的 賴昌道海景 不過也因為靠近海邊 風超大的 大家拍照就是自己斟酌囉 也簡單的介紹一下餐廳的環境 位置真的超級多 那我們食物也來了 那我們就開始準備來吃午餐囉 接著呢 我們要來吃很多人來賴昌道 都會吃的幸福鬆餅 來到這裡吃鬆餅 除了網路定位之外呢 也可以來到現場填寫名字進行後衛 等到你的名字被填上橘色的影光筆 就表示店家已經跟你確認 所有的人都已經到期 並且在現場進行等候 那現在我們先在門口稍微等一下 我想等等應該就可以進去吃鬆餅囉 大概過了30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進入幸福鬆餅的室外座位區 準備要來吃鬆餅囉 這次呢我們點了兩種不同的口味 其中一個呢是水果超級多的季節水果鬆餅 而另外一個呢是香蕉巧克力鬆餅 這個巧克力醬搭配剛出爐的鬆餅 熱熱的一起吃真的超級好吃 另外水果鬆餅也很不錯 我覺得超級清爽的 如果夏天來吃應該是會超級適合 而且水果每一個都切的超級大塊的 可以一口一水果那種感覺真的是超級開心 另外我們每一份鬆餅呢 都有加一球冰淇淋 加一球大概是220元日幣 而且是香草口味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不過因為幸福鬆餅呢 它的低消是每個人都要點一份食物 所以除了點三份鬆餅之外呢 我們也額外點了三杯飲料 分別是三種不同口味的果汁 不過我們都一致認為 如果來到這裡鬆餅的確是比較好吃啦 那飲料就是大家自己斟酌的點喔 最後呢 也透過畫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吃鬆餅的大概的花費 那我們就繼續要來把這些鬆餅給吃光 接著要來逛逛賴藏島的海邊囉 海音 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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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回民宿 拜拜 賴場島 賴場島 像一個人的名字 從賴場島 開車回到我們的住宿地 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抵達的時間 已經有點晚了 我們進到客廳之後 簡單的休息 跟放置一下行李之後呢 就出發到附近的超市 要來買今天的晚餐 這間超市其實還蠻大間的 裡面什麼都有 包含水果啊 便當啊 壽司 以及零食飲料 麵包等等 都有 而且最酷的是 我發現了這一個 竟然 看到福近來 鬼出去的道具組耶 太酷了吧 而且它是 有包含豆子的喔 看他們是很認真在顧解業 超市逛著逛著跟朋友 會合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整個車子兩個菜籃上 已經裝滿了滿滿的食物 不只今天的晚餐 還有明天的早餐 那既然買的差不多了 就要來結帳囉 我們明明只是要來四天 買的很像要來四個禮拜 好長的一張單子啊 而我們在沖繩的第一天呢 也在超市晚餐下結束了 也很謝謝你看這一天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喔 拜拜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支影片 然後記得按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